Practice 2.13 Convert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into a Denary number 由一個二進制的數字就轉到一個十進制的數字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寫Expanded Form 之前的影片其實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這裡就不再重複 寫了Expanded Form之後 其實就用計數機按出來就可以了 1乘2 2 to the power 4我按到是16 然後加0 然後加1乘2 2次方即加4 然後再加1乘2即加2 然後再加0即不用加 我按到答案是22 其實就完成了 簡單 右下角記得寫十字 意味著這是一個十進制 OK 問2 問2 問2的數字比較大 如果我連0都寫完的話 我個人覺得挺煩的 我覺得可以省略 因為它是中間步驟 它又不是真的要你寫Expanded Form 你中間計數其實是可以跳步驟的 所以你看到有5個1動了 即是說我有5個1 我只寫了5個1出來 那我就不用再那麼慘 是罰抄 連0都要抄 然後就小心點數位 這個位是0 這個位是1 2 3 這個位是4 這個位是5 然後6 7 即是代表分別是0 1 4 5 和7 接著又是按Kelta的時間 1乘2其實就不用按的 其實你真的按Kelta的話 如果按Kelta的話 其實這些1乘是可以不需要按的 可以令你按Kelta是比較快的 你應該是按2 128 再加2 5 加上是160 再加2 4 計算到176 再加2 是178 然後再加1 是179 就完成了 記得用Kelta檢查一下答案 這個影片就來到這裡 這樣子 到1 1 4 2 感谢观看